2024上半年陆剧有不少迷人的男主角出现 像是墨宇云间王星月 庆余年、张若云 还有讨论杜爆棚的玫瑰的故事 彭冠英和林更新 陆剧角色只要爆了 往往会反映演员微博粉丝 抖音播放量等各项数据上 近期陆网也统计了2024上半年 抖音播放量增加最多的陆剧男演员榜单 以下是Top10排行 墨宇云间王星月增加123亿 庆余年 张若云211亿 冠军突破250亿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陆剧男演员Top10 成义上半年增加118.1亿 成义2024上半年没有新剧推出 不过存货满满 成义接下来有古装武侠剧英雄志 富山海还有 胡摇小红娘王全篇 这几部都是接下来很被关注的古装剧 而最近成义又接下新剧长安24季 是全盟悬疑古装剧 这几部古装剧上线时 古装美男成义肯定又会引起讨论了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陆剧男演员Top9 王兴月上半年增加123.6亿 墨宇云间王兴月真的火了 王兴月世纪徐凯之后 又一个被于正利捧的男星 去年参演未有暗香来 明安如梦就小有话题 今年更以墨宇云间萧衡一角 声势大涨 好多人追墨宇云间都陷入萧衡的魅力之中 墨宇云间萧衡生性良薄 却甘愿为薛芳飞沉沦 墨宇云间萧衡这个角色真的太有魅力 和薛芳飞之间经济感 纯爱感拉满超好客 不少剧迷都称赞王兴月演技还不错 能演宁安如梦那种白月光迎刃陈子 在墨宇云间也能做到充满性张力而不由 根据微博统计 王兴月整个六月涨粉量高达138万 是六月涨粉数量最多的演员 很火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陆剧男演员Top8 王鹤蒂上半年增加124.4亿 王鹤蒂是在抖音很受欢迎的一位男演员 上半年王鹤蒂没有新剧播出 但抖音播放量还是不断上涨 2024年王鹤蒂也有一部强荡古装剧代播 是合作甜西威的大男主古装剧《大凤打惊人》 《大凤打惊人》找来坠绪的导演加编剧 讲述男主许其安原是一名现代警察 后穿越成为大凤王朝 成为经兆府下辖长恶县衙的捕头 破获一桩桩离奇案件 《大凤打惊人》也是男性向小说改编 被看好有望成为季庆余年 坠续之后 再一部爆款大男主古装剧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录剧男演员Top7 肖战上半年增加129.1亿 顶流不愧是顶流 肖战上半年没有新剧推出 但凭借自身的高人气 抖音话题播放量还是不断增长 今年肖战接下古装大男主剧《藏海传》 有肖战这位顶流明星 《藏海传》从定角到开拍 都话题不断 《藏海传》是优酷直播的S家大男主古装全眸剧 肖战搭档张静怡 由《甄嬛传》导演郑小龙指导 是绝对的黄金班底 肖战饰演的《藏海》是个复仇系男主 他本是大用国青天间奸政之子 小时候家里一戏被灭 长大后画名藏海回京城展开复仇 剧情很带感啊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录剧男演员top6 范城城上半年增加142.1亿 《要九九爱》也让范城城收获不少热度 《要九九爱》是一部年代青春情感剧 杨子和范城城主演 去年范城城在青春剧增少年 把花心渣男演得蛮好的 这次在《要九九爱》的表现也颇受好评 《要九九爱》蒋毅是个深情到让人动容的男主角 他和黄银子从小青梅竹马 一直默默阿恋着黄银子 但这份深情最终还是成了秘密 剧中的主角都是平凡人 没有太多光环 但演员演得很有真实感 范城城的演技不会呆板 从很多小动作都能让人感受到 蒋毅对黄银子没有说出口的偏爱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录剧 男演员TOP5 白敬廷上半年增加149.3亿 白敬廷上半年以年代剧《南来北往》回归观众视线 这是《甄嬛传》导演郑小龙的作品 白敬廷饰演青年警察汪欣 他个性憨憨淡正直 在火车上误把老铁路警察马魁当成逃犯 二人开启了不打不相识的师徒缘分 《南来北往》是白敬廷难得尝试的证据 收视和口碑都不错 白敬廷也全市的挺到位 本来白敬廷有望凭借《南来北往》收获一波好口碑 可惜剧集播出时 白敬廷在春晚闹出上春山抢占C位争议 虽然冲出高热度 但很多网友关注点都跑偏 不在剧集本身 反而是周边各种八卦 有点小可惜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录剧 男演员TOP4 王一博上半年增加190.1亿 王一博人气还是很高啊 大家对王一博的印象往往停留在陈情令 有匪等古装偶像剧 不过王一博今年开始尝试拓宽戏路 这部《追风者》是民国谍战剧 在爱奇艺上线后 热度火速冲破100000 电视台收视率也很亮眼 不仅收视火速破2 还拿下黄金档收视第一 豆瓣有7.8高分 王一博在《追风者》饰演中央银行的普通职员魏若来 这是个心怀正义与抱负的男主角 魏若来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 得到高级顾问沈图男的赏识 过程中魏若来见到了诸多腐败 历经洗礼 最终在金融战场上走出一条光荣之路 王一博作为流量明星 能沉下心来在争剧里磨练演技 获得不少观众肯定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录剧 男演员Top3 张若云上半年增加211.8亿 庆余年 张若云拿下第三 庆余年第二季无疑是今年的剧王 目前网播量已经逼近40亿了 是今年网播量最高的录剧 而作为男主角的张若云 又再次疯狂吸粉了一波 张若云不是第一眼帅哥 不是大众审美里的高颜值美男 许多网友常常会毒舍他的外形不够好看 但张若云演戏却能让观众感受到魅力 像这种演员真的不错 没戏播出时很低调 有戏上当时凭实力说话 是让观众信任的好感演员 庆余年第二季依然是熟悉的味道 范贤视而搞笑 视而真挚 不过庆余年第二季更加黑暗沉重 范贤也越变越成熟 而即便国家贪腐当道 黄犬势力难为 范贤都依然坚守心中的底线 试图追寻心中的正义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 录剧男演员Top2 胡歌上半年增加259亿 繁花胡歌拿下第二 繁花是今年初最火的爆款录剧 由名导王家卫担任总导演 胡歌将男主阿宝演的风流倜傥 再搭配王家卫超有美感的镜头 让胡歌帅出新高度 许多网友都觉得胡歌很厉害 他在20多岁时有先见奇侠传 30多岁演到狼牙榜 40多岁遇到了繁花 每个年龄段都有超高评价的代表作 这很不容易 上半年繁花的播出 也让胡歌在抖音的播放量疯狂增长 足足增加了259亿 2024上半年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最多录剧 男演员Top1 林更新上半年增加263.4亿 冠军是不是意想不当 打败繁花 胡歌 请余年张若云荡 竟然是林更新 林更新上半年参演了雨凤行和玫瑰的故事 两部剧都是有效播剧 女凤行也是上半年热门古装剧 网播量仅次于庆余年 林更新把外冷内热的行指诠释得很刚好 而玫瑰的故事 林更新的角色话题度就更高了 不过大概都是被骂的吧 因为人设太让观众讨厌了 方邪文对玫瑰一见钟情 之后两人结婚 这个男人却控制于超强 行为引起不少剧迷吐槽 但也确实话题高 女凤行和玫瑰的故事的加成下 让林更新在抖音的个人话题增加了263.4亿 很厉害 就有请确实话题 答应 解释 解释 解释